以後會不會不會出現 那你想說 是不是只適合現在狀態呢 你現在可以試試看 如果我用2月呢 2月28天 有沒有 3月會不會出現 3月31也出現了 那你可以怎麼樣呢 如果說你這個日期 你覺得 老師這個會不會是有作假 你可以點一下右下角 然後看一下 7月是不是從1月 沒錯 如果呢 你看到的結果 跟右下角產生的日期 是一模一樣的話 那表示你成功了 OK 那我們第一階段的那個 函數部分呢 就到這個階段 那後面呢 還可以用什麼 寫程式的方法 讓它自己產生 不過這個又 更稍微困難一些 那我把剛剛的重點 再提示一下 第一個 請各位注意一下 把剛剛的程式 先做完之後 有沒有 然後呢 請你怎麼樣 用減下的 所以呢 剛剛程式應該是 只有原來是這樣 原來這樣子一串 有沒有 如果記不起來沒關係 我那個 那個 OMJW吧裡面也有 然後呢 記得就是先把它選起來 不要選到等號 對不對 這常犯錯誤 然後呢 再怎麼樣呢 IF 最近使用過的IF 要把它怎樣呢 再插入第二個函數 偶爾 然後第一個 貼上 如果它怎麼樣呢 小於1或者是Ctrl V貼上 大於這個 請你在F4 鎖定起來 點錯了 點錯了 這個 點一下 錢就是鎖定的意思 OK 按確定 確定之後呢 再按確定 游標再放在IF 再插入函數 如果 True的話呢 就雙1號 反之的話 就Ctrl V貼上 OK 按確定 然後再把它向右 向下填滿 好 就完成 剛剛這裡 哦 沒錯 因為剛好在第一天 OK 往下 好 這樣就完成了 好 把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呢